基隆市立田径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工 是许多民众关注的话题 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 由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体育厂厂长林伯树 说明最新的进度 预计要延后到明年的8月完工 上一次有提出第二次的变更设计 那我们这个设计方这边呢 也有重新提出了 他的新的这个设计方案 那也更加的确实说 确实是有这些重大的疏漏 而且呢这些疏漏呢 也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本次工程的供期 而且呢他所产生的后续的这个花费 也将会使金融市政府的这个财政负担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这个契约的这个规范 我们将会拟定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 会进行解约的动作 那并且呢我们也会请建筑师工会这边呢 重新呢来推荐一个合适的这个设计方 来继续办理我们的这工程 那我们这工程呢也预计会在 呃明年的八月份来进行完工的动作 去年的三月二十号 重新开工师做 那开工师做之后呢 有发现到几个厂商 那个建筑师他有设计跟建造重大为师的事项 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在开工之后的三月二十到四月十七号 我们查核到这个派出在现场的建造人员 他有到八股佛站机车菜市工程里面 他有去做一个兼职动作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巨额采购 按照工程会的规定 我们现场将是要专任 不得兼任其他的工程 那这个因为我们有查核到他的施工日志 甚至有到那边做主会出验验收的签名等动作 所以这部分我们认为他有重大的违反那个契约规定 另外第二在6月14号的部分 我们的厂商在施工中发现到 原设那个顾问公司在做设计的图说 他在结构部分有重大 在建筑图跟结构图有重大的一个不同 以至于造成我们必须依照法令 做所谓建筑制造的变更 所以这个我们认定是属于建筑结构设计的错误 另外到10月23号 因为建筑厂商又提出来 在楼层的部分又发现到很多的建筑结构又不对 所以在我们要办理第二次的建筑制造的一个变更设计 那这个大概责任的归属上也是属于设计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这部分就属于设计单位一个设计错误 造成我们整个工程延档 另外在去年的12月 那建筑师就按照我们去年10月所讲的 厂商提出来有一些重大钢垢等违反劳安的问题 他在提供二次变更之后合计部分 目前我们估计大概要增加市库8800万 另外整个工期必须再给展延到150个日曆天 那这部分我们认为这个在设计上是属于重大的维师 甚至有违反到采购法101条 后续我们如果有相关事件 我们就会按照法令来处理 那至于后续的部分 我们的工程我们会继续推动 不会有任何的延宕或停工 那刚才就发言人所讲的 我们第一步 第一个动作我们请建筑师工会给我们推荐好的建筑师 我们先做一个小额采购部分来先来就过度期 另外在两到三个月后我们会整理一个招标文件 会重新办理一个公开评选 找个好建筑师来把这个案子做一个好的建筑 因为设计上的缺失 市府将与原设计建筑单位终止契约 后续也将请建筑师工会协助推荐建筑师事务所 先委托两到三个月的建筑及建筑师查验签证作业 并同步办理发包作业 重新来委任建筑设计单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